bridge character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8號 那麼剛剛從德州回來 德州是冰天雪地啊 但是我們加州是氣溫是溫暖如春 現在呢稼州已經是春暖化開了 所以說到加州你看我穿的是短袖 但是到德州呢 你穿上羽绒服呢 还觉得有点冷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全球气候变暖呢 在别的地方变暖 不会变暖 不一定知道 但加州肯定是变暖的 加州一年四季都是很暖的 所以说回到加州以后呢 我呢就轻松一点 穿着呢 穿着短袖衬衫就可以跟大家呢 做今天的节目了 那么被油管呢 限制了一个礼拜 也就是油管这次对我的禁言呢 是完全我没有想到的 我在昨天直播的节目里面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在中国 我们被删帖封号呢 是细以为常的 但是到了美国 这个自由民主发达的国家 这个全世界民主的灯塔国家居然也会被删帖封号 也会被禁言一个礼拜 原因就是 它不允许我谈论跟美国去年总统大选 有关大选舞弊的各种现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被它限制以后 是不是我就不可以再介入美国的政治 不可以谈美国的两党政治 不可以去谈美国和中共 尤其是美国信号政府跟中共的勾兑的各种现象呢 那显然不是我建民的风格 要谈必须谈 你禁言归你禁言 我呢 是已经有所考虑到 它会继续对我禁言 对我进行封锁 甚至是完全消耗的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说呢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过 我呢 留有了第二手准备 目前来讲呢 还是在做各种技术准备 也就是在所有技术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呢 我就会开通呢 我个人的会员网站 同时呢 YouTube这个阵地呢 我也不会放弃 YouTube上我仍然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我自己 能够每个周能够贡献我自己应该给大家奉献出来的节目 只要YouTube呢 这个平台他们不打击我 他们不陷阻我 那我会正常的在YouTube上出节目 只是呢 我必须要留有第二手准备 那么连续一周没有跟大家做节目呢 发生的问题很多 可以讲 世界大事是每天更新 这个有关美国两党政治 美国跟中共之间的各种交织 美国现在在拜登担任总统以后 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上 美国产生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作用 这个呢 都是我们大家观察的重点 尤其呢 经过美国去年的本轮大选以后呢 对美国的政治 尤其是两党政治呢 我关心的更加就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是一个历经两百多年民主制度受到优秀提炼的 这么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民主楷模的国家 如果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破坏以后 我们不关心它的民主制度的建设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 我们期待着美国能够改造中国 通过美国强大的国际势力 对中国进行专制摧毁 那显然就是黄粱美梦啊 也就是美国必须要保身自身的强大 然后美国可以诉讼它的这个正义的价值观 这种正义的价值观 让更多的中国的这些青年学者 中国的年轻人 尤其是中国那些不堪被中共压榨的 14亿老百姓那种希望改变制度 改变结局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理应外合 最终才能对中共进行大手术 把中共这个专制制度摧毁 很多人看不到信心 我觉得不要看不到信心 苏联怎么垮台的 在苏联没垮台之间 大家都认为苏联强大得很 而且围绕着苏联整个苏东有几十个国家呢 也就是苏联是建立了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 不光有苏维埃 它和东欧这些共产主义国家 更何况 亚洲还有中国 包括朝鲜这种邪恶的这种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着苏联 所以说苏联共产主义帝国在崩溃之前 让所有人都认为它是非常强大的 没有可能撼动它 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了 苏联和苏东的共产主义国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也就是在一到两年之内嘛 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全部分奔离析了嘛 那你觉得中共就不会嘛 中共一定会走到今天 只是呢 现在呢 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 也就是呢 川普总统没有得到连任 川普总统没有得到连任以后 他的内阁里面那些要打击中共的这些美国鹰派人物呢 现在呢 都被拜登政府所取代 因此呢 原有的这个川普总统内阁里面 那些重要的反对中共专制的这些鹰派人物 他们现在仍然活跃在美国的各个政治战线上面 也就是对这些人的关注 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的朝野有大量的政治人物 实际上是关注着怎么去摧毁中共这个专制政权的 你像蓬佩奥 蓬佩奥就在最近 他就正式又发表了他的言论 蓬佩奥大家都知道是被中共素为人类公敌的 中共对蓬佩奥恨的就是咬牙切齿 所以在蓬佩奥也就是川普总统内阶政府卸任的那天 拜登接任总统进入白宫的当天 就对蓬佩奥为首的28个川普总统内阁里面的主要的幕僚 对他们进行了制裁和打击 那么蓬佩奥被制裁打击以后 是不是蓬佩奥就惧怕中国了呢 蓬佩奥从来就没有退缩过 他就在最近他发表了强势的他的一个声明和发言 他这个发言上直接要求全球所有的民主发达国家应当抵制冬奥会在北京举办 因为他认为中共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 对他自己国家里面所管辖的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地区 对当地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残暴的人权记录 这样的国家怎么可以把国际奥委会放到北京去举行 放到中共这个国家去举行呢 所以说蓬佩奥要求全球所有的民主发达国家 一直要抵制北京的这个冬奥会 那么这不是蓬佩奥一个人要抵制 可以讲全球已经有很多国家的那些有识之士 尤其是一些政界人物 现在都不断地呼吁要抵制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 加拿大的在野党的这个党魁也不断地向小祖斗发出他自己的声音 也就是加拿大在野党要求现在执政党的小土豆 必须考虑加拿大不参加北京的冬奥会 除非北京愿意把加拿大已经被扣押的两名人质把它放回来 这是加拿大在野党表达的心声 那么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正义的声音了 对于这个正义的声音呢中共会采取什么措施 而加拿大小土豆它本人又会怎么去做呢 小土豆没有什么太大的能耐 小土豆就会虚张声势 小土豆就是标标正正的左派也就是讲话讲的特别好听 动作那是非常的疲软 也就是小土豆联合了全球数十五十多个国家 对中共提出了还不敢点名啊 就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随便积压外国人 也就是他名字不敢提他不敢提中共 他意思就是中共积压了加拿大两个人 但是中共马上就抓住机会去反击小土豆 对啊你加拿大讲不可以积压外国人 你不是把我们孟晚舟积压了吗 我们孟晚舟对你加拿大来讲不就是外国人吗 所以说你不是积压了吗 当然了中共是自说自话了 其实孟晚舟是有加拿大身份的 孟晚舟是有加拿大枫叶卡的 从有枫叶卡这一点来说明 其实孟晚舟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啊 所以说小土豆居压孟晚舟不是居压外国人啊 他指的居压外国人像康明凯和斯帕弗 才是标标正正的外国人被中共积压了 当然小土豆也是政治表演了 也就是拉着世界上几十个国家 向中共提出就是不可以随便积压外国人 对中共呢提出一点抗议 这种抗议非常的疲软 也就是嘴巴上说说 你做点动作嘛 你的动作就是宣布 我加拿大不参加中国的冬奥会 如果加拿大能够做到不参加中国的冬奥会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成功了一半 因为大家知道冬奥会里面 绝大部分的项目都是冰雪项目 而冰雪项目只有北美和欧洲 尤其是北欧才大部分国家会展开这些冰上项目 而且仅限于北半球 可以讲南半球因为很热 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开展什么冰上项目 那么北半球主要是欧洲和北美 如果北美和欧洲都不来参加冬奥会 那中共只可以带着它的非洲小兄弟 和东南亚那些小国家他们自与自娱自乐 这些国家虽然也没有冰雪 但是到中国来游游泳还是可以的 所以最终中共就不是什么冬奥会了 也就是冬天就玩夏天的项目了 那中共怎么办呢 人家北欧也不来了 北美也不来了 也就是来的这些国家都没见过兵 没见过雪的这些国家开什么冬奥会呢 那么这就看加拿大有没有这个胆量 去敢于率先抵制 蓬佩奥是已经发出了他自己正义的声音 要求全球民主国家坚决抵制中国的冬奥会 那么中共呢 中共现在呢 他就是完全吃准了拜登 他知道拜登上台以后 说拜登对中共所有政策都是绥靖的 包括曾经川普总统在任 蓬佩奥代表国务院是严格限定中共的 这些中共的官板人士 中共的党员 中共的达官贵人 中共党政机关里面有身份的体制内人员 是不可以到美国来的 但是呢 现在拜登上台以后就松动了 松动以后呢 这两天我就看到复旦大学有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叫陈平 他在中国呢 曾经对老百姓里面呢 散布过一个六论 也就是中国的教授 都是忽悠中国普通老百姓的 他跟中国普通老百姓就说 在中国拿两千人民币啊 比在美国拿三千美元过得好得多 过得幸福得多 就是这个复旦大学长得跟猴子样的这个教授 叫陈平 他呢就忽悠中国的老百姓 告诉他 在中国多么幸福 你拿两千万人民币 比在美国挣三千美元幸福得多了 一个月有两千块钱这个工资 美国还不到这个一千美元 我活得比在美国有三千美元还要舒服得多 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 你明白吗 看上去好像他多么繁美 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他就趁着这个冬天 趁着这个春节跑到美国来度假了 结果他来的呢是德州 恰好呢就是跟我一样 现在这个假期呢我们都在德州度过 那么德州呢发生了大面积的停电 大面积的冰雪呢让这个陈平呢没有想到 所以说呢陈平呢他自己呢就在微博上说 他现在所在的德州首府奥斯丁 他本人呢在15号因为突降了几十年不遇的冰雪 这个冰雪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达到零下只有十度 而且连续停电停电了七个小时以上 他附上了他自己一张站在他自己冰天雪地的 这个房子前面的自拍照 他自曝呢他自己已经在德州安家了 在奥斯丁安家了 也就是陈平这样的人忽悠老百姓 跟老百姓这样 两千块人民币很幸福啊 你在中国拿着两千块人民币 不要到美国去挣三千美金 美国三千美金的生活 没有你们两千块人民币过得那么好 既然过得那么好的话 你陈平为什么不在中国过你两千块人民币的生活 你要到美国过这个三千美元 都不如两千块人民币的生活呢 你跑到德州奥斯丁干什么呢 现在说人家是冰天雪地了 说德州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这个寒潮给他赶上了 他自己当天在接受中国的什么观察者网站访问时候 就说美国军方还夸海口要跟中俄打核战争 其实一次寒潮就把美国禁办沿海地区的电网和交通全部打残了 你美国哪有什么跟我天朝作战的能力啊 所以陈平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完美的解释了 他所谓反美是他的工作到美国呢是他的生活 他到美国来追求他的生活 他而且说是一个寒潮就把美国沿海地区一半的州 他所有的这个交通和电网全部打垮了 也就是说根本不用共军出击嘛 你美国一个寒潮都扛不住嘛 这就是陈平的理论 所以像陈平司马南这一类 他们每天在中国忽悠中国广大老百姓 告诉你们中国如何如何的好 美国如何如何的恶劣 在中国拿两千块人民币 比在美国拿三千美元要幸福的多 告诉老百姓这样的生活 但实际上他们追求什么 他们追求的是到美国去享受美国的生活 只不过陈平呢这次在奥斯汀遇到严寒了呢 他们又想到遇到严寒居然停电了 停电以后把这个老条呢动得够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到了美国 他还不忘记返美 这是遇到拜登政府啊 如果是蓬佩奥在执政的话 也就是蓬佩奥那些国务卿 很可能找到陈平以后 陈平这个人就被驱逐出境 而且永远不准进入美国了 陈平是中共体制内的人物啊 按照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时候 当时国务院对中共体制内这些高官 对他们的这些要求 这些人即使有十年前也不可以进入美国的 更何况这些人如果是共产党员 都不可以办理美国的绿卡 办理美国的入籍的 如果已经办理了还要吊销 所以说陈平只要查一查他的背景 查一查他的身份 完全陈平这个人是永久不可以到美国来 根本美国就不好嘛 到了美国冰天雪地嘛 又是严寒又是断瓦又是交通摧毁 而且在美国的三千美元 都不如中国的两千个人民币过得幸福 你陈平为什么不到中国率先去顾你呢 两千人民币的生活啊 他心里面灵光的很 在中国有互联网有防火墙 在中国可以讲生活的很困苦啊 他只有到美国来享受西方民主啊 现在中共就是这样 他一边呢要大奖他中国呢 这个全球GDP第二 中国人民如何幸福 两千块人民币 比你美国三千美元过得都幸福 一边呢他们进行舆论封锁 要高高的架起防火墙 他们架起的防火墙 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 不仅仅是对自己本国人民进行控制啊 他们在海外也不断的去扩张他们的防火墙啊 柬埔寨我就看到柬埔寨这两天他们就宣布 柬埔寨政府准备建立一个中国式的互联网门户 这个互联网门户就准备抄中国的作业 跟中国的防火墙一样 就是对互联网境内 就是柬埔寨境内 所有人的发言对他们监视和控制 也就是说柬埔寨已经学着中国 现在准备这么干了 也就是柬埔寨要架起防火墙了 因为他们觉得控制人民的言论很重要啊 那么缅甸更是要这样干啊 缅甸军政府现在已经跟中共已经付了大笔的资金 中共马上就要帮助缅甸去建立缅甸的防火墙 也就是东南亚这些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 或者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专制国家 他们都准备去发展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防火墙 也就是跟中共学嘛 这样每个国家都变成一个局域网 每个国家都是变成一个自己在自己国家范围内能够控制言论的 美国虽然没有防火墙 但是美国大的科技公司 他们是可以限制别人言论的 从整个2020年大选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 从我建民这次被谷歌公司油管完全限制我的言论 对我停播一周 这就是言论限制 你觉得美国都出现了言论限制 你还能保证哪一个国家其他国家没有言论限制吗? 这两天我看到澳洲的新闻说 Facebook它已经开始屏蔽了几乎澳大利亚所有政府网站的信息 也就是澳洲所有的政府网站和澳洲的各种新闻网上面 已经看不到了脸书就Facebook的新闻 扎克伯格为什么这样去做? 是因为澳洲政府打算立法 也就是不允许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 他们的这个独断专行他们的这种科技霸凌 要求谷歌公司和脸书 如果你们使用澳洲的新闻 你们就要向澳洲政府付费 你们不可以无偿的使用澳洲里面所有新闻网站的资讯 也就是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 谁给你无偿使用别人新闻的这个权利呢? 那么在澳洲政府准备对脸书和谷歌公司对他们收费的情况下 现在脸书公司首先控制了人家澳洲 对人家澳洲的政府的新闻网站和当地新闻媒体 把所有的新闻内容全部下架了 因此脸书公司这件事已经记录了澳大利亚政府 澳大利亚的总理他就明确发表了他的讲话 就说脸书已经攻击了一个主权国家 而且展示出这种科技巨头的这种傲慢 也就是你脸书公司已经侵犯了人家澳洲的主权 你对人家澳洲一个主权国家 在自己国家里面制定的各种规则 你进行了冒犯 扎克伯格就是一个流氓 你看他到中国他能忍着雾霾去跑步他向中共先为 他可以自己生了一个女儿要求习近平为他的女儿起名字 他可以跟中共去勾兑 他可以在他脸书公司使用大量的从中国引进的小粉红 帮助他去控制人们的言论 但是他对自由发达的澳洲 他去限制人家澳洲的言论 这也就是因为科技巨头由于他自己一家多大 他已经垄断了新闻资源 所以说扎克伯格他可以冒天下之大不为 那么谷歌公司更是这样 因为谷歌公司尤其是油管 油管这个视频网站 几乎占有全世界这个视频发送 这个观众里面占有90%的市场 因为他占有90%的市场 他有巨大的观众量 所以说他就控制了整个人们的言论 控制了所有的广告收入 那么油管和谷歌公司 由于他和脸书两家 基本上就控制了互联网上面 90%的广告收入 所有的这些大公司这些广告组 他们投广告只能投给谷歌公司和投给脸书 那么脸书和谷歌他们控制了 这个最主要的广告资源 他们赚了无数的钱以后 他们反过来来控制我们这些用户 也就是作为美国这个民主发达国家 自从有了230条以后 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他们就为所欲为 他们完全侵犯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也就是控制人们的言论 侵犯人们的言论自由 美国都这样做 你觉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会不这样去做吗 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它的倒退 它不简简单单 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在推广它的红色意识形态 在渗透中共的专制思维 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家尤其这些大的科技巨头 他们已经跟中共捆绑 他们已经接受共产党这种渗透的这种思维现象 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科技公司 控制人们的言论他们参入了社会 他们影响了大选 他们影响了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所以川普总统在任时候 一再要取消230条 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国这些科技巨头 他们的科技垄断 但是随着拜登入住白宫以后 230条你要想把它推翻 对230条做限制 那又遥遥无期了 因此来讲 现在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 所以说很多共和党人就希望川普总统能回归 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强势的出席 川普总统在昨天在他离开白宫以后 首次接受美国大的新闻媒体 也就是Newsmax的采访 在这个采访中 川普总统表达了他自己重要的几个信息 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谈 川普总统在接受Newsmax 他所表达的这几个重大的关键信息 给美国的社会发展会带来什么? 新的变化 川普总统就在昨天接受了美国新闻网站Newsmax的采访 在这个采访中呢 川普总统主要表达了四点信息 这四点信息我给他归纳成为 就是第一点他认为他完全没有输 在整个这个大选过程中 川普总统赢得了美国7500万选民对他的支持 他认为是所有美国在任总统里面 获得的最高的历史上最高的支持票 所以说川普总统他完全没有任何认输的这个表现 第二个就是川普总统 他说他不会再回到推特上了 他也就是说推特公司 对他的这个限制什么永久封号 现在推特请川普回来 川普也不会回来 川普总统他会采取他新的措施 这个新的措施我们认为就是川普总统 会制造一个新的属于他的能够发声的媒体 无论这个媒体是他本人新创办 还是这个媒体采取联合收购的方式 还是说有某一家媒体他愿意让川普总统成为这个媒体上面主要发声的人 并且能够保障川普总统能够自由表达他的声音 现在呢川普总统没有明说 他明确就说不会回到推特上去 同时他在第三点里面就表达了他会采取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不仅仅是让他自己的声音能够传达给民众 同时所有的民众在这个平台上所发生的声音不会被删帖消耗 那么实际上川普讲的这个话 第二点第三点都是表达了他即将要创办一个新的媒体 或者是收购一个新的媒体 这个呢我觉得川普的意思呢表达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第四个呢就是对主持人多次问过他 是否在2024年会参与新的总统大选的问题上 川普总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他始终回避这个问题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不愿意现在就表态他说他现在要安静的休息一下 所以说呢川普昨天接受Newsmax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川普仍然继续表达他对共和党建制派大佬麦康奈尔的谴责 因为共和党可以讲在麦康奈尔的把持下 在建制派大佬的把持下 他们已经走歪了共和党民众所寄托他们的这种心愿 共和党民众没有人愿意 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率领的共和党最终是跟民主党勾兑的 最终是跟共产党勾兑的尤其麦康奈尔和他老婆赵小兰 常年跟中共牵扯不清的大量的家族利益都使得 美国人民无法相信麦康奈尔他在跟中共的合作中 他不会出卖美国人民的利益 所以说虽然川普总统在共和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但是川普他对麦康奈尔的公开性就表达了川普实际上是党内的领袖 是党内最有发言权和党内民众所拥戴的这个党内最高威望的人 因此川普总统他以清理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的方式他强势违规 因为川普已经强调美国现在面临着中共巨大的经济和军事的威胁 这种威胁作为参议院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领袖麦康奈尔 他丝毫没有去阻击中共相反是跟中共勾兑 对民主党现在对中共绥靖的政策破坏了川普总统执政的时候 对中共严厉打击的各种战略 而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他是不断地在顺水推舟 因此来讲的话中共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将会给美国让美国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 无论是国防科技还是经济强大的国家都受到中共的干扰 最终也就是嘛美国因为美国政府的腐败和政府里面 这些高官们他们跟中共的勾结以后 然后丧失了美国领先的基础 所以说川普总统已经严厉地认识到 共和党内像麦康奈尔这样的人 他们是在出卖美国的利益 当然也是在出卖共和党的利益 所以说川普他是否会组织一个新党 完全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改造共和党 也就是共和党的大佬如果都像麦康奈尔这样在出卖党的利益 并且是打击川普的话 那川普离开这个党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当然了共和党里面很多大佬是不敢是跟麦康奈尔继续同流合污的 很多人现在已经跟麦康奈尔就画线画边 已经跟麦康奈尔对决了 而麦康奈尔为首的这个共和党的建制派大佬呢 他们是不可能以美国利益优先的 他们是以华盛顿利益为优先 以他们自己家族利益为优先 他们根本不考虑美国的利益 至于拜登呢拜登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最后 所以说呢川普呢他本人通过这次他接任美国总统 因为川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商人啊 他没有做过政治 因此他在政治上面除了是政治素人之外 最重要他没有自己的优秀的政治组织团队 因为没有组织架构所以说川普呢 他用人呢就捉襟见肘 他在很多用人方面最终都是听起和依赖于麦康奈尔对他的推荐 而麦康奈尔基本上都是给川普挖坑的 川普呢经过这一次大选呢 他现在呢已经能够总结很多经验教训 年轻的时候川普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 他希望他自己有一次是失败的 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历来呢在商场是成功的 他很少有失败 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他愿意面对一次失败 因为他只有在失败中才会看到谁在他失败的时候背叛他 他希望能够通过一次失败能看清谁是背叛他的人 当然了通过失败更能看出谁是忠诚的人 这是他年轻时候从商的时候他的一个志愿 现在川普总统已经担任了美国一届总统 通过这届总统尤其是总统连任大选这一次 川普总统完全认识了所有对他背叛和对他忠诚的人 只不过呢被人背叛的这个苦涩呢不是那么容易就咽下的 川普总统一直很信任一个叫黑利 黑利这个人呢是川普总统 他在接任总统以后任命为前联合国大使的 这个黑利呢今年只有49岁 他跟现任的这个副总统就是贺锦丽一样呢 都是有一半印度血统的 川普总统曾经对他很信任 在2011年呢黑利呢曾经出任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 那么他跟共和党参议院里面司法委员会主席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参议员格林瑞姆呢 他们是同一个政治体系 所以格林瑞姆呢经常呢为黑利背书的 黑利呢也得到了呢川普总统的推荐和信任 但是黑利就在这两天也就是在上个礼拜 他告诉美国极左派的媒体叫Politica 他呢直接呢斥责川普 他对川普完全是一种背叛和落井下石 他说我们不应该跟随川普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川普应当从共和党内离开 这是呢这个黑利呢对川普总统可以讲背后下刀 那么黑利讲了这个话以后 他觉得他自己给自己提升了地位了吗? 他觉得现在南卡州的这些选民会支持他吗? 南卡州也是一个红州啊 可以讲格林论务他左右摇摆 已经受到了南卡州的很多共和党的选民对他的抨击 所以说格林内姆现在已经把头调转到站在川普这一边啊 而黑利的这份讲话让格林内姆为他去推荐 最终就是没有推荐成功吧 因为南卡很多捐助共和党的这些 有资金的这些大的企业组大的金组 他们本来是支持格林内姆也支持黑利的 最重要他们是支持川普 现在黑利讲这个话以后 这些人都不愿意再支持黑利 格林内姆在里面进行撮合 希望这些大的这些投资的金组能跟黑利见面 所有的这些总有资金可以捐助共和党的人的 这些大的资金财团 他们都表示没有任何兴趣跟黑利见面 黑利的这番讲话已经失去了南卡州选民对他的支持 所以说黑利还想什么2024年去竞争总统他说到了胡话 他能不能选上议员是个问题 他现在已经是与狼共舞 他在跟拜登政府合作 跟拜登政府合作 拜登政府在跟谁合作啊? 拜登政府新任的这个国务卿叫布林肯 布林肯就在这两天宣布 说是美国将在本月底就向世卫组织准备支付两亿多美元 为什么要支付这两亿多美元? 大家都知道世卫组织已经完全是被习近平控制 被中共控制在整个中国武汉病毒输入到全球 输入到美国 输入到欧洲的时候 谭德赛都是帮助中共在车祸 然后帮助中共在掩盖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已经断绝了跟世卫组织的往来 取消了对世卫组织的经费 而布林肯作为拜登政府的国务卿 马上就要甩两亿多美元给世卫组织 为什么要给世卫组织啊? 这是因为拜登和布林肯要报答世卫组织 为什么呢? 拜登在他上任的1月20号那一天 世卫组织就静悄悄地更改了 新冠检测阳性报告的决定 这个新的这个阳性检测的决定里面 其中有一项就是说 把没有症状的这一类就不再算感染了 过去川普总统在时候他们是算的 所以说那时候川普总统在时候 这种没有症状的感染 他这个人数是非常大的 也就导致了川普领导下的这个抗议 抗议感染人数非常多嘛 川普总统本人感染也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他们就认定他已经被感染了嘛 只要检测认为是感染就是感染了嘛 但是现在世卫组织坦德塞 他们已经开始修改了这项指标 修改了这个指标就是为了拜登上任以后 能够大大下降美国的感染人数 实际上拜登和布林肯就是用美国支持世卫组织 这两亿多美元去买假的这个新冠感染的数据 用这个数据去欺骗美国人 欺骗世界嘛 这就是拜登跟谭德塞的合作嘛 而谭德塞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完全是在中共对他的授意下 对全球进行的一个欺骗 而拜登他对中共对谭德塞 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迎合中共迎合世卫组织 给世卫组织送上两亿多美元不说 拜登有关中国最近的讲话 有很多拜登的这些粉丝呢 包括互联网上一些大V 一些背弃自己良心的人 都为拜登去洗涤 不管他们怎么去洗涤 也不管拜登他的套话是什么 但是拜登他其中这一句 是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拜登说我不会批评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 因为这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外交原则 拜登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他的本心之语 也就是符合拜登的政治正确的基本教义 所谓多元文化没有对错 这就是拜登的价值观 拜登讲的话就是向习近平显投名状 告诉习近平对于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新疆也好 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是你们的多元文化 我们尊重你们 也就是我多次强调过的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要武统台湾 他要打掉台湾的时候 拜登说那是你们的内政 那是你们的多元文化 我们尊重 他尽管会谴责中共用武力去镇压台湾人民 但是放在嘴巴上谴责谴责 至于中共用什么样的武力去打击台湾 给台湾人民造成各种森林涂炭 拜登只要谴责两句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在拜登的任期一定会这样 如果发生了中共向武统台湾 发生在拜登的任期 拜登他最终发展的这个结果 我想我今天对他的这个判断 大家今后可以拿出来做出验证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